你敢相信这位中国台湾的高三学生 每天放学不是打游戏就是看漫画 妈妈却丝毫不责怪她 反而更希望她有一个好的童年 只因妈妈看到了一则令人惋惜的新闻 以至于妈妈学文不想因为她的逼迫 而导致儿子博成童年不快乐 因为学文自己本身就是在内蒙古的科尔庆草原上长大的 虽然学文童年很是快乐 但自从36岁嫁来中国台湾后 12年过去却没一天是快乐的 除了博成沉迷于游戏让她心累以外 那就是跟着这位69岁的退休公务员丈夫 经营着一家牛肉面馆非常疲惫 8月6号入境台湾 7号就开始工作没一天休息 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 这位以前在公路局工作的丈夫杨令江 只能靠着每月4000块人民币的退休金 和一群老熟客勉强维持生活 哪怕这家牛肉面馆坐落在台北最热闹的信义商圈某一个巷洞内 声音依然惨不忍睹 虽然学文的心中总是期盼望子成龙 不希望儿子以后像他们一样那么辛苦 但在行动上又不会要求儿子成绩要多好 而是博成去接触更多不同的兴趣爱好 什么都尝试一下 直到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 无论是古真还是画画插画 博成几乎都守到青睐 只为儿子在精神世界上得到丰富 除此以外 博成还是绝力运动的常年冠军得主 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三几乎无人能敌 作为125公斤的重型选手 每次打完都腰酸背痛 并且需要教练进行物理治疗才得以缓解 但依然不影响他热爱这项运动 除了那种想方设法把人绊倒得爽快 还有就是享受被人摔的过程 但由于台湾市场太小 体育竞技这方面根本发展不起来 直接导致决力职业这个梦想在博成心中遭到破灭 原本初中成绩还可以 只要肯努力就可以上松山高中 但由于沉迷游戏 最后也只选择了士林高级商业职校 读了商业经营管理专业 今天是学校一年一度的商业季活动 学生们会在校园内进行商业实践 学文当初听到儿子选了这个专业 就立马大发雷霆生气不已 而且儿子也是拍脑袋决定的没有思考未来 但后来为了儿子快乐只能强行说服自己 他选的这个专业是对的 然而上了商业职校并不是说就能一劳永逸了 想要更进一步上大学就必须通过考试 但眼下博成丝毫没有感觉到紧张 就连在店里帮忙也整天拿着布手机看视频 回到家就躲在房间里打游戏到深夜 现在学文也不会多说什么 只能顺其自然等到儿子把游戏玩腻了以后 就跟着他们一起做餐饮 至少还能养活自己 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彻底改变了博成 那就是原本生意好起来的牛肉店 又因疫情的反反复复而遭到重创 台湾决定停止了室内五个人以上的聚会 直接导致在中午十二点的饭点高峰期 餐厅内只有夫妻二人拍着苍蝇 哪怕外卖家已优惠 最差的一天连一斤面都卖不出去 两个月连四吨水都用不到 就能知道生意到底有多烂 目前已经封了两个月 学文决定再熬多两个月 实在不行就直接关门大吉 为了不让儿子传染 从封闭开始 学文就让儿子一直待在家里 每天母亲会准时地煮好饭菜送到家中 在这段时间内博成虽然像往常一样 每天打游戏看视频无所事事 但心中早已不像当初那般涣散 而是思考了很多 也想为家里出一份力 随着疫情逐渐放开 活成第一时间就跑到了菜市场购买食材 因为这几天他一直在网上翻找了 很多红烧牛肉面的教学视频 想着自己独创一种新菜市 才打破现在生意惨淡的局面 很多父母看到此番此景 可能马上就会开骂 并且指责不务正业不好好学习 但学文却大力支持 并且认真对待此事 最后还亲自品尝 进行打分搞得跟美式比赛一样 毕竟自己做的面 才能更加激励行动的欲望 此时的博成就马不停蹄地 开始在大街上叫卖 比打游戏还认真 一份160台币的轻炖牛肉面 立马就引起反响 一碗接着一碗比妈妈还要忙 最后忙到把手都切伤了留学布置 亲身体验到父母的艰辛后 博成才终于知道上大学的重要性 所以他开始有了新的目标 那就是通过决力比赛 争取体保生资格进入大学 但难度可不比考试简单甚至更难 首先就要参加一场资格赛 从众多选手当中拿到第一名 然后才有资格参加台湾中等学校的运动会 拿到成绩后才能报名大学 现在首先就要把体重 从138公斤瘦到125公斤才行 资格赛如期地进行 双方实力不相上下 他那破釜沉舟的决心外加吨位上的优势 让博成在几个回合中直接碾压对手 最终获得金牌获得运动会资格 然而幸运女神似乎没有站在这个家庭这一边 在2022年2月 面馆仍然抵挡不住疫情的打击歇样 学文决定休息一段时间 而且连同运动会也被无限期地推迟 博成最后准备报考高雄的餐饮学校